泰国做法的柠檬蒸鱼真的很好吃 我要强劝给你们 因为它清爽的酸辣里带着柠檬的香气 第一口会有一种让人惊喜的新鲜感 在一条鲈鱼的伤口上撒盐 给它喂饱姜片 再把它放在电油葱姜的碟子里面 静置10分钟 柠檬最好用清淋 因为它独有的香气会比黄柠檬来的好一点 压着滚一滚 放松果肉可以更好地挤出汁水 那我这一条鱼用的是两颗的柠檬 挤干的柠檬也不要浪费了 放到鱼盘里面还有去腥增香的作用 这条鱼买得比较晚 一摊也只剩一条1.5斤的大鱼籽 也只能配一个大盘子 但对家里的锅来说是会走满满的压力 大家挑选的话一斤出头就会刚刚好 上机后蒸的时间是7分钟 关火再闷5分钟 期间准备蒜末、红葱头、小米辣和香菜 香菜和蒜末的量可以多一点 噢 Oh my god 起锅 把柠檬汁用滤网过滤一下果肉 再少来一点清水 一把白糖 以及泰国菜常用的鱼露 两勺就行了 这个汁主要与酸为止 白糖用来中和 咸味呢有鱼露 你们也可以尝的时候再做一个微调 还配料拌一拌就要立马出锅了 不要煮得太久 虽然我这个鱼肉翻车吧 但是我也想说把料汁浇上去之后 也许还有就 再来几片柠檬摆一摆 那再来一看还行哦 嘿 这一期虽然很水 但水就水吧 再不更新 你们都忘了我了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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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哟 嗯 虽然卖相差了 但是它的味道还是蛮正典的 诶 诶